大家好,我是宇潭 之前已经发过五期关于成语谷的视频了 深爱这片土地了 今天是第六期 这是我在成语谷当原社 其实早就答应大家要拍的 但是发现只拍成语谷不行啊 拍出来的照片就感觉不显不淡 后来发现又有人 有了人才有故事 有了故事就能打动人心 好的,我们阿茂选手已经到达片场 来猜一下第一章会怎么取景呢 您我有过焦点 但终有一天会去往不同的地方 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 同样的围着 回头又是一个取景点 等一个动作 就算有一天我们去往不同的地方 也一定会在世界的某处再次相遇 人与人的缘 不是那么容易就断掉的东西 不得不说啊 风难真的都是一些老戏骨啊 这种颠沛流离浪迹天涯的感觉 就拿捏得十分到位 如何 应当是非凡的景色 感谢就免了 这条灯狼想必很多摄影老法师DNA都要动了 飘摇风雨中 独物思故乡 成语谷为何能触动大家呢 重点就是有生活味 人烟气 我史莱姆 是胶炎 还是做成蒜香的好呢 还有一种远离城市喧嚣的室外桃源感 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向往的 练枪真的有点枯燥 不是我偷懒 是枪太长 又很重 练枪真的挺辛苦的 特别是古华派的地图彩蛋 第一次来到这我就愣住了 请从绝处 独我侠义 在下寻秋 不过疏海一度 心中的江湖侠义情大爆发 成语谷也非常适合终离城市咸游 活得太久的人 只能在记忆中寻访往昔的战友 过去的景色 我们要拍终离不能只拍终离 当然要拍日暮和枯树 假使有一日不得不同你相别 你在我的记忆中 也会如黄金般闪耀 生鹤的新衣服实在是太搭配新地图了 陆克半年劳动合同拿下 生鹤身上有对家的寄托和截然一生的宿命 那取景就很容易有方向了 这也对应了他的台词 不知道你是喜欢人间的灯火 还是山林的月光 这款新衣服的背影实在是太漂亮了 但是怼着背拍不够委婉 中国人下来就讲究意境和生命 要含蓄 我需要大气一点的风光来印证这果色天香 悬链山的构景就非常大 你才是真正能锁住我的鸿舍 若你懂得这份心情 就请留在我身旁 好的 曲终人散了 本期陈玉谷的摄影就到这里结束了 与其说与唐我拍的照片 不如说这是我表达的镜头情感 那有没有触动到你 是哪一张呢 如果有你喜欢的 那么我和屏幕前的你 对新地图的感受也是心心相应的 如若我表达到位 请点个赞支持一下 感谢感谢 感谢观看